最初来维干,只是因为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然而,当我踏入这座亚洲保存最完好的西班牙殖民小镇时 我才发现自己来到了多元文化和谐融合的典范 维干,在菲律宾旅宋岛北部 西班牙人到来之前,他就已经展现出经济中心的地位 随后,西班牙人打造了广场和棋盘式的整体布局 铺设了鹅卵石街道 雄伟的圣保罗大多会大教堂和班太教堂钟楼高高耸立 精致的马车在大街小巷间穿梭 展现着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的绝妙融合 如果你以为这里只有西班牙的元素,那就误会了 错终复杂的中国雕刻装饰着这里的殖民建筑 一楼的立柱和拱门是欧式风格 而二楼宽大方形的木质窗户和高耸的三角形屋檐 仿佛直接从中国古代复制过来 这不仅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美感 还为城市景观增添了一层深度和多样性 实际上,早在几千年前 中国单方的居民就开始不断迁入菲律宾北部 到近代,这种迁徙和交流更为兴盛 中国人不仅在菲律宾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座中国城 还将中式民俗和影视文化融入了菲律宾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此,当我听到有人在网上把菲律宾和中国分得很开的时候 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忽略了菲律宾也传承了中国的基因 漫步在著名的克里索洛法街 你可以随时参观各个历史博物馆 也可以探访琳琅满目的现代商铺 走累的时候 坐下来尝一口桂桿著名的肉馅饼 就像这里的建筑一样 它的味道也融合了东西方感官享受 晚上,音乐喷泉准时欢快的起舞 当地人和游客一同庆祝 桂桿充满活力的过去 也在心里迎接着自己家乡蓬勃的未来